这个从前呢 从前呢 有一对师徒 那一对师徒呢 本身要经过一条河川 结果走着走着走着 走到河川面前呢 刚好又看到一个小姑娘呢 这个往后面走过来 因为河川呢 没有桥 也没有船 所以呢 这个老和尚呢 他的师父 他呢 心有恻隐之心 他就讲说 那小姑娘 那如果呢 你不嫌弃的话 那老那呢 背你呢 过河 那所以呢 这个呢 小姑娘呢 只好呢 让这个老和尚呢 背过河了 结果背过河了之后呢 这个晚上呢 这个背对师徒呢 就是呢 夜宿客栈 那突然呢 隧道翻译呢 他的徒弟呢 就起来问他师父说 他说师父 你不是叫 当家我们说 这个出家人呢 不应该呢 这个亲近理事吗 那你为什么自己呢 还去背 那位小姑娘呢 他的师父就跟他讲说 他说徒弟啊 徒弟 这个我早已经把他 放下 但是为什么你还惦记到半夜呢 所以各位 你看 这个师父的功夫呢 跟徒弟的功夫 差别在这里啊 所以各位啊 你心中的境界啊 的幻象啊 都应该把它放下 不要执着再一点 所以呢 那六祖师 当他听到 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 这一句话啊 他而开悟 因为呢 他不执着 在哪一点啊 当一个人不执着 在哪一点 人生就自在了啊 好 接着我们来谈 结卦 结卦啊 就是 结字 它的卦象 是水 则 解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呢 这个则里面 本来就有水 就像我们现在的 这个水库一样的 但是这个水呢 不能够什么样的 超过境界线 如果水呢 超过境界线 这一个水库呢 会怎么样 会溃提 所以呢 你看的这个卦象 就代表说 环系 应该 有所 节制 所以呢 君子呢 很喜欢竹子 为什么 很喜欢竹子呢 这个竹子呢 不但呢 是中空 而且呢 他又是一解一解 所以呢 代表 应退 进退 得以 环系呢 都应该 有所节制 那讲到中空呢 我们就要来讲 接下来 这个卦 这个卦 叫做 中 弧 卦 各位 在异经当中 你常会看到 这个弧字 这个弧呢 就是信 就是成信 所以中弧 就叫做中信 各位 这个中字很重要 我说异经当中呢 这个中字呢 比正更重要 因为这样才能够 符合中庸之道 那为什么这个卦叫中弧 我们来看他的卦象 你看 丰则中弧 各位 你看呢 他六窑的卦象 是不是中间是什么 中间是阴窑 中间阴窑呢 是不是呢 是不是空洞的 你看呢 到他第三窑 第四窑 所以这代表一个人怎么样的 一个人吸薰 一个人吸薰的话 他心中呢 才能够成信 一个人呢 心本身来讲的话呢 如果呢 他有职 或是有他的意见 他怎么会成信呢 所以呢 中弧卦 借着这个卦象 来隐分他的含义 接着我们来看小过卦 刚才我们谈到大过 现在来谈小过 大过呢 就是超过 叫做过于 小过就是不急啊 那小过就是不急 这是什么样的含义呢 他是告诉我们说 其实女人 做很多的事情 说应该呢 要适可而止 但是很多人呢 他不懂得适可而止 因为他的能力呢 不足 但是呢 他却不知道 他的能力不足 他就呢 偏偏要去承担 一些的一个事情 所以呢 我们常 常常有人去告诉我们 说 这个犬头 老子就担几斤 我们就要担几斤 但是呢 往往有一些人 自不量力 那自不量力的人呢 就是小过挂 所以呢 这个 如果一个人 假设呢 这个得位没有很高 但是他需要 居尊位的人 这样的人 到最后 只能够呢 自其其辱 一个人实力 假设不够的人 但是他 偏要去做呢 做大事 这样可能呢 会招来 空前的损失 所以呢 小过挂是告诉我们这个含义的 所以他是雷三小过挂 我们来谈最后的两个挂 最后的两个挂呢 就叫做记记跟会记 好 记记呢 就是四以成 叫做四成 也就是他完成渡河的意思 完成渡河的意思 就是记记 那我们看到记记的挂像 叫做水火记记 各位 比如说 我们一般在烧开水 你就看到呢 这个呢 水在上面 火在下面 因为是这样 所以水才能够开 如果火在上 水在下 这样就变成什么 这样就变温泉了 这样 当水 当水 怎么去煮开呢 所以各位 但是一样的道理啊 当你在煮水的时候 如果说你煮得太过分 然后这个水呢 到最后呢 就会什么 就会增花掉了 所以呢 这一个本来已经完成的事情呢 它缓了造成了一种遗憾了 但是意见的特殊的地方在哪里呢 它为什么 最后一个挂 不要来做一个呢 做一个呢 好的结尾 为什么呢 它把它结束的这个挂 用在第六十三个挂 因为 易经讲的是生生不息 万事万物呢 一次呢 起 一次成 一次成之后 另一次呢 又起 所有大书的现象 皆是如此 比如说 像我们现在这样 日互一日 年互一年呢 所以呢 整个的过程 人生都是如此 所以呢 易经呢 把最后一个挂 排作 未记挂 未记挂的意思 就是 未穷 所以呢 未穷就是 没有 止尽 没有 止尽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广青老和尚 广青老和尚呢 本身来讲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呢 他说呢 他说 没来 没来 没大事 来来 气质 专 大事 其实呢 在人生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永远 没有 止尽 那人生永远 没有止尽 就像呢 一个圆圈 那圆圈呢 本身来讲的话 不论 你在前 或是 我在后 我也可以说 你在我之前 我也可以说 你在 我 时候 人的欲望呢 也是无穷 无尽 所有的东西 都是无穷 无尽 所以呢 心境里面 才会谈到呢 不生 不灭 不增 不减 不够 不尽呢 所以呢 我们常说呢 我们把 释迦摩尼佛 又叫做如来佛 就是一无所来 一无所去 明曰 如来 所以呢 未记卦 具有这个含义 所以呢 既然是为 既然是为穷 既然是人生 没有止尽 所以人生 是不是充满了希望 人生就是一个 变重的过程 所以我们看 贵记卦的卦象 它叫做 火水贵记啊 这个火归火 这个水归水 怎么呢 会有交集呢 所以各位 这个把六十四卦 今天这样的昏布 圣人真的是用心良苦 他能够把前卦 做呢 开头 前卦呢 代表呢 所有呢 真命的起源的开始 他会把未记卦呢 作为六十七卦的结后 又告诉说 义经本身 就是神神不及 永无止境的含义啊 所以各位 我们今天谈 我们今天谈这一套 义学启门 从 学义经 刚开始 的结构 一直到到现在 我们说能够去了解到 圣人呢 他的用心呢 但是 在我们还没结束之前 各位一定会觉得说 我听完了这一套 义学启门 好像还不太清楚呢 所以我给各位建议 如果你是书学者 这一套义学启门 你应该呢 好好的做笔记 你应该要从 义经的结构 从数 像 理 三 然后呢 去了解从 无极 太极 两仪 四项 八卦 一直到六十四卦的 卦名 他的含义 你都要深入去了解 这个表面上看起来 很简单 但是我告诉各位 真的是不简单啊 我常常去演讲 演讲完了之后呢 就有很多朋友 都会问我这样一个问题 他说 他说老师可不可以帮我 介绍一本书 那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不是我不要介绍 给你书看 而是怎么样呢 而是我介绍书给你看 有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 就是呢 你看得懂 你看得懂之后 你觉得说 原来义经就是这样而已 各位 因为呢 你看的书呢 是白话义经 所以呢 你只有 你只有了解义经呢 很表面上的解释 所以呢 义经根本不是只有这样 所以当你看得懂的时候 我替你担心 因为呢 你太低估了义经 这是第一种人 第二种人是什么 我介绍的书呢 他看不懂 所以从此之后呢 就伤害到他幼小的心灵 他以后再也不敢了 这个呢 看义经 因为他欢开义经呢 就看 就好像在看了这个 无字天书一样 所以呢 这最好的方式 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古人所讲的 师父引进门 修行 带个人 好 一开始呢 一开始呢 你就好像呢 这个呢 如入雾中 就好像呢 走入迷魂阵 你怎么绕呢 你都绕不出来 所以呢 最好的方式 还是呢 先跟老师呢 学习 等学习了一段的时间之后 你才有能力 修行 带个人 那这一 那医学起门 这一套书的含义呢 就是要让各位呢 自己呢 自己将这套书呢 好好的当作上课 然后你好好的来理解 这一套书 那当你在理解呢 这一套书的一个过程 你有任何的问题呢 你就可以去参照 其他的版本 或是其他的作者 那这样呢 一直一笔照之下 你就能够完全的了解 但是呢 你心中不要想说呢 这个呢 从太极一直到六四卦 谁不会画 其实每个人都会画 但是问题呢 不是在那里 各位这个有机会呢 你去看他打那个太极拳 那个打那个太极拳 你会觉得很奇怪 他在那边比 在那边比 结果呢 这个一笔呢 一笔呢 打了呢 二三十年 你表面上觉得没有什么 但是各位 那个功夫呢 真的是深不可测啊 这个呢 不是说 像你外表 这样看的 像在比在比 那个打太极拳的时候 这个呢 这个呢 心智呢 就是气道 而且呢 本身呢 这种气的运行 这种呢 这种的感受呢 就唯有当事者 才能够去了解 所以一般人呢 就不了解呢 他的含义 一般人只是 会在那边 比手 画脚 他没有办法 进入太极拳呢 他的一个境界 学义经呢 就是如此 学义经就是如此 那 最后要跟各位所说明的 就是说 那应该怎么样来学习义经 他每个人的研究的心得不一样 但是呢 本身呢 不外乎呢 有几点可以从这方面来研究 好 义经的过程本身来讲 有分作那几个部分 义经本身来讲 有分义传 义经 还有义学 这三个部分 那为什么要从义传开始来讲 所谓义传呢 就是呢 孔子的词篇的心得报告 孔子这词篇的心得报告呢 就是呢 你进入义经的一把钥匙 所以呢 如果你没有先读呢 孔子的细词传 你就不了解义经真正的含力 以及他的内涵 所以呢 各位 如果说你听完这一套 你觉得还不够的话 你可以呢 先呢 去买一本细词传来看 这个南怀景 南老师的细词传呢 写得很好 各位 你可以去买他的 义经细词上下传来参考 当你参考完了之后 你接着 你可以呢 再 再听我的细词传呢 那用另外一种角度来解释 南老师所讲的细词传 它是应用在人生哲学 但是另外一种细词传呢 直接呢 是来解析义经的一个法则 所以各位 你可以好好的来参考 等到细词传读完 你的说卦传 序卦传 杂卦传 最好你也可以看一下 其实呢 这一方面 我们这套艺学启门 几乎呢 有讲的 我们这套艺学启门 有包含说卦跟序卦 所以呢 这个细词传呢 是我们的第二套 所以呢 你可以呢 去研读 但是 如我本身来讲的话 你现在学艺经 一直很喜欢去学应用 就是我们所讲的普卦 那你最好的方式呢 你要去学梅花艺术 你为什么要先学梅花艺术 因为如果说你学 你学大眼之处 就是意境的普卦 用金钱卦来普卦 那普出来一定呢 要看呢 卦腰指 卦腰指呢 才能够帮我们解卦 但是问题呢 卦腰指的内涵 你还不了解 所以呢 你普出那个卦 等于呢 等于白普 所以呢 最直接的 你先去呢 去用学梅花艺术 因为梅花艺术呢 它不用去看卦腰池 它可以直接呢 看呢 五行深刻的变化 来呢 提供你做参考的一句 好 从呢 《易经》的 从《易经》的 《易经》看完了之后 接着你才正式呢 去看《易经》的经文 也就是《易经》的 六十四卦 那读 读六十四卦 我给各位建议呢 就是呢 去找一本呢 找一本呢 是 大家公认 很好的一个著作 但是最好呢 不要看 现代人的版本 因为现代人的版本呢 他们呢 大不了呢 都是欢意 古人的学说 所以你可以直接呢 去看 看一本 叫做《周易则中》 这是呢 这是康熙皇帝呢 他觉得呢 这个《易经》呢 从古至今呢 有很多的学者呢 各家各派的学说 太多了 所以康熙皇帝 有感而花 所以呢 他就命 大学是呢 李光帝 来呢 编一本呢 能够呢 把理相述 或是把各家学说 所则中的一本书 所以呢 《周易则中》 是一本 很好的书 也可以说 是一本呢 标准的版本 所以各位 你们刚开始 在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哦 这都是无年文 那你看不懂 各位 其实 他不会写得很难 只是呢 你刚开始不习惯 所以呢 不习惯 所以不习惯 你只要看久了之后 你就会成了习惯了 渐渐的 你的国学遭遇 也会很好 好 等到呢 你真的意境 都完全懂了 接着你再探讨 意学 所谓意学就是说 就是意境呢 衍生出来的 各家的学说 比如说 我们现在所讲的啦 算命啦 洋载啦 像医学啦 像 像种种的问题啦 这些呢 都叫做意学 就是各派的学说 那各派的学说当中呢 又有那么多派 那你应该看哪一派的学说 会比较好呢 所以各位呢 环视 都应当一门深入 那一门深入呢 你就应该要选择一本 你觉得呢 相当不错的 有系统的学术的书来做研究 那我是给各位 你可以看呢 北宋 邵永所著的 黄吉呢 金氏书 这一本书呢 这一本书呢 写得相当的好 因为 周易则中 假设写的呢 是义礼 那 邵永呢 这一本书 所写的呢 就是呢 就是义术 所以呢 可以说呢 已经呢 符合 理像术呢 全部 整体的经历 跟他的 他的融合 所以呢 最后告诉各位 啊 学了易经之后 不是要让自己很清高啊 啊 学了易经之后啊 不是要让自己呢 啊 变成贵谱先知啊 最主要的 还是呢 要让自己 人生自在 当你自己有能力 能够自觉之后 接着 你才借助呢 易经的思想 以及他里面的应用 来帮助更多的人 这才是呢 学艺的人 他最大的目标 和他最大的精神所在 最后呢 祝福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